今晚 幾個小時後 一大約五個小時 爆發在近近的近距離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安全 所有的紳士都安全 我們的安全隊 都在全聯合同地 和特地的安全 他們會再次調查 以色列駐印度新德里大使館附近 當地時間26號傍晚 驚船爆炸 索性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巨大爆炸生驚動附近居民 當地警方獲爆後 立即派遣犯罪小組 拆彈小組等團隊前往現場 並在距離大使館樹工 池遠的空地上 發現英風寫給以色列大使的信 外傳這封信外面包著以色列國旗 信中內容提到正在進行的以哈戰爭 抨擊以色列在加薩展開軍事行動 目前警方以加強維安工作 並針對爆炸原因進行調查 對此以色列當局敦促 在印度的以色列國人保持謹慎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辦公室 也發布聲明表示 這起爆炸事件可能是一場攻擊行動 我們會讓我們來回應 為我們來回應 我們來回應 我們會去消防 從來 我們可以在這裡 然後 在這裡 後